今天連續是第三天是向下的 有一個調整在這裏 但是如果你看回 今天那些藍籌股當中 其實升的股份多些的藍籌股當中 看到尤其是新季比亞迪電子 表現都不錯的 頭幾位升幅好的股份 它就其中一位了 暫時說是排第三位的 第三升幅最好的藍籌來的 不單止比亞迪電子 其實首基設備股 尤其是扔到蘋果供應鏈那些 其實看到昨晚蘋果股價都升了 破了頂 今天都跟著炒了一份 究竟蘋果現在舉行WDZ大會之後 大家知道它 想著接下來會怎樣去參與那個AI那裏 終於都說 它會將那個AI功能 加入IOS那裏 即他們那個operating platform那裏 接下來就在iPhone上面 就透過Siri 直接用部份的AI功能 譬如你自動輸入一些電郵內容 就會自動生成一些的表情符號 或者自動一些的圖像生成 就是文字變成一個圖像等等 但是太複雜的這些生成指令 Siri都做不到的 都會要求你傳過去CHATGPT那裏處理 但是當然現在暫時未知道香港能否用到 暫時未知 聽起來Casper覺得可能未必真是很創新的內容 你們這些走起潮流的最前端 你覺得可能未必很創新 還有沒有說什麼專用晶片的 真的還有如果搞不定 可能要交給CHATGPT去搞的 現在市場的窗戶反應呢 第一天其實不是太熱烈的 昨天才突然間蘋果炒上的 估計又可以突然而出的 怎麼解讀呢Casper 這個我又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第二天才有反應的 因為其實你發佈會 我們以往發覺蘋果股價 就是發佈會黎跌的 就是你每次一出新iPhone 然後大家互散水了 炒完了 反而是沽的 但是反過來今天就竟然是 做回好 就是昨晚就夾上去 這個也挺反常的 但是我自己就對於那個 Apple Intelligence就不是覺得 有很大的一個革新 又或者其實本身都是 跟預想的差不多 因為本身手機當然 你說現在手機的那顆真鍵都做到 不知道有多少納米 有多少GHz 多少核心 這些講完我們都會覺得 都挺快的 甚至其實手機現在處理到 很多電腦處理的東西的了 但是始終就是因為大小的問題 你很難就是整套AI搬進去的 我們經常說 AI有分兩隻 有一隻叫HAI 意思就是你放在電腦裡面 電腦自己已經有足夠的運算能力 去幫你去計算出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能好像在OpenAI 現在我們是檢查GPT 就是我們傳一些指令過去 它在伺服器上按 算完之後就扔回來 所以整件事的分別就是 現在我覺得手機方面 都仍然停留在 它需要一個伺服器計算的 它自己計不到的 這個步驟就到了 所以你說其實那個革新是不是很大呢 我覺得只不過是一個系列升級了 我就不覺得那個分別有大得這麼交關 所以我們說回蘋果的設備股 包括說給電子 或者是術與聚星這些東西 我始終就是覺得 如果這部手機是沒有大的更新之下 其實你的銷售是明明說 會有很大的一個設備作用的 因為本身我純粹是新增加了Siri的 當然啦 你每一代iPhone出身機 一定會有人換換相機的 這是肯定的事情來的了 但是會不會就是 你更新了Siri之後 你的iPhone收入就好了很多 好到連那些設備股都大卸了呢 因為Apple來講 它就可以一部電話賣幾千元 甚至過萬元 接著它的毛利率六成七成這樣上 對它來說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看比亞迪電子 或者你看看信譽光學這些公司 它們的毛利率是很低的 一個做鏡頭 一個做手機殼 這些其實它相對的毛利率 就會低到可能剩下十多個% 甚至剩下幾個%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現價 這些這樣的手機設備股 其實就已經不是特別便宜了